究竟是60 岁 65 岁 70 岁才拿加拿大退休金 CPP 最好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Soye 很多接近退休年龄的加拿大人都会问这个那么重要的问题 你如果开始拿 CPP 退休金之后 你还有12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主意 如果之后你才发现自己拿错了钱 你想变都没变 所以关于什么时候开始拿 CPP 退休金 永远都是加拿大准备退休人士经常会问到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 影片当中的资讯就是我个人的意见 让大家参考和交流一下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果你真的需要做退休规划 最好就找个专业人士按自己的情况 量身订做 plan 给你 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帮我like、subscribe和share这段影片 让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如果你觉得影片太长的话 记得可以用资讯栏下面的影片章节 直接飞到你想看的部分 还有我有一个podcast的系列 让大家重温之前拍过的影片的资讯 所以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听回了 CPP 到底值不值得推迟到70岁才取得呢 CPP 和OAS 不同 因为OAS 要等到65岁 并且你在加拿大住超过10年之后才可以取得 而 CPP 其实你最早可以60岁就可以开始取得 至于每人取多少钱 人人都不一样 因为要按照你到时取得CPP 时 究竟你有什么资格取得多少钱 这个计算是根据你过去工作多年 投放多少钱之后就是计算出来的 网上有一个叫做 CPP Retirement Pension Estimator 你可以试试利用这个 estimator 帮自己计算你可以取得多少CPP 不过如果你要一个exact amount 最好就是contact service canada 去查你65岁60岁 究竟可以取得多少钱 每期出粮的时候 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很奇怪 究竟为什么 明明老板就说给那么多钱 你收的时候又会少了些钱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你的收入里面 你的yearly maximum pension earning 如果超过了3500元一年 你每期粮就要被扣起5.95%去供CPP 如果你是自顾的 即是self-employed 你更加要一人供两份 5.95%乘以 就是你要供11.9% 2024年开始 如果你的收入高于68500元 去到73200元年薪的朋友 还要供多4% 入到一个叫cpp enhancement的供款里面 主要目的 其实是要提供一个资金 去供应现在已经退休 收紧cpp的一班朋友 在2024年来说 平均一个65岁的加拿大人 每个月可以得到816.52的cpp 即是一年大概得到9798.24 而最多 其实你都可以得到每个月 1364.6 即是一年有16375.2 如果你之前有看过我的影片 我猜你都应该会明白到 你越早开始 拿你的退休金 你拿到的退休金 是会少了 即是我们当65岁的退休中位数 如果你是60岁 即是提前60岁 已经开始不上班 开始收cpp 你能够得到的福利 就会比起 如果你是65岁才开始 拿你的cpp 是会少一点 那条formula是这样的 你每早一年 拿这个cpp 你每年能够收到的cpp 就会少7.2% 如果你60岁就开始 拿cpp 即是比起65岁的中位数 早了5年开始 拿这个cpp 即是你总共 就会少了36% 即是打了64 这样 而如果你在65岁之后 才拿 你每推迟一年 拿这个cpp 其实每年 你可以多拿8.4% 如果你等到70岁才拿 即是 total 迟5年才开始 拿cpp 你总共可以比起65岁的时候 拿多42% 条数计完之后 其实你都很明显知道 见到政府是想吸引你 迟些去拿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更加要看下去 了解得全面 深入 才做一个判断 65岁开始 拿cpp 是否最大化你的得益 例如我在坊间遇到很多人 一般都会跟我说 早点拿退休金 比较早点拿退休金 每一次我对这些说法的回应 我都会用几个角度 去看这些问题 首先 用数字去计算和比较一下 首先我们不如试试 用65岁这个中位数 平均的加拿大人 可以拿到cpp的金额 去计算一下 平均每个月 可以拿到816.52 的cpp 一年拿到9798.24 然后我们再计算 如果你70岁才拿cpp退休金 你记得我刚才说过 吞迟5年退休金 可以增加42% 我们又用这个数 来计算 平均每个月 如果拿到 大约1159.42 一年可以拿到13913.5 我做了个表 来推算一下 给大家作为比较 我们先比较一下 65岁和70岁的分别 在哪 我们会看到 Break Even Point 大概出现在 80-81岁的位 即是说 如果你活过81岁以上 其实你70岁才开始拿cpp 从数值上来看 你会比较好 不过我经常都会收到 或者听到 那些计划 退休的人 就会告诉我 关于退休福利 应该早点拿 最好就是60岁 最好 不用怕 将来政府倒档 都拿不到钱 我亦都用60岁和65岁的数字 做了一个计算和比较 由于你提早了开始拿cpp 记得我说过 如果你早了5年开始拿cpp 60岁的时候你拿cpp 是你65岁的时候拿cpp的64 你每个月就可以拿到783.86 即是每年大概9406.31 我们又用这个数字 就和65岁的时候拿cpp的数字 做个比较 我发现的break even point 就是在73岁至74岁左右 即是如果你活过73岁的话 你的累积cpp就开始 比由65岁才开始拿的朋友 就抛离了 由此可见 如果从数字的角度来看 你预计自己如果越长命的话 就应该是越迟开始 取得cpp 不过大部分的加拿大人 其实有另外的隐忧 就是他们很担心 将来政府 不允许退休金 全球的经济环境 其实变化急速 已经有前居可鉴 有不同国家的政府 都开始 去调整 国家的退休金 所以这个不是加拿大独有的问题 世界很多政府 因为债台高速 而且世界人口老化的问题 也日趋严重 各国人民其实都很担心 政府将来不够钱 去应付退休金 所以导致到 将来退休的时候 没有退休金 拿这个担心 变成一个很合理的担忧 现在政府其中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向国民加税 来到补给退休金的资金池 去应付 现在 要付出来的退休金的需要 在我这条片开始的时候 我都讲到关于 CPP Enhancement 这些program 就是其中一项 政府为了要提供到 足够的退休金 而向在绩的中高收入人士 开刀的措施 其实这个供款 加元又加 而且压力又集中在中产人士 简直就是要将这群人 擠压到 变成低收入阶层为止 如果又令到有更多人 成为低收入 他们又去拿多些福利 那又要加多些税 其实是不是造成了 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有些人 索性不如消极点 选择去做一个低收入人士 实行少做就少错 不做就更加不会错 没有收入或者少收入 就不用打这么多税 但我会采取一个 较为积极的方法 去应对 就是要学会 怎样去省税 避免 去给了一些 不必要的税 来为自己合法 去积累多些 将来用来 制造 免税 或者低税收入的 退休金的资本 灵活地 运用不同的理财策略 都很重要 因为首先 你就要知道 怎样可以省得多些的税 另外 在额外 怎样去帮自己 制造更加多的财富 来收双重效益 如果 万一将来 政府真的没有退休金给我 我 都还可以用自己的资金 去退休 但如果 到我可以 拿退休金的时候 政府又还有退休金给我 我准备好这些 低税务收入的资本 我就可以 又拿到政府的退休金 又可以用自己的资金 去得到双重的收入 你说 是不是这个效果 更加之理想 我们言归正传 究竟什么人 等到70岁才 拿这个CPP 最make sense 虽然 现在加拿大人 平均的寿命 是85岁 但是 好像我这类人来说 我家族当中 父母两边 都很长命的 我连阿爷阿妈那代 都是这么长命的 再加上 现在的医疗科技 就越趋发达 我经常跟人家讲笑 到我这一代人 分分钟 活到120岁 都没死 由于 我预计 我自己会活到80岁以上 看我之前的 计算表 推算 我会更加倾向70岁 才开始拿 CPP 我会在退休之前 和退休的早年 才会利用我自己的高税率的资产 例如 投资物业 RSP 去做我 最初一段退休时的资本 然后 到我开始 用CPP 或者OAS 这些退休金 我已经不需要花太多的精神 去管理这大堆的投资 早点处理好了 到我年纪大 就跌了 深水 收一些稳定 可以是我自己制造的 退休年金 或者加上政府给的 CPP OAS 这些退休年金 来应付 未来 漫漫长路的退休生活所需 我现在正处于在职期间 我现在正处于在职期间 我的focus 会更加在 如何好好做我的工作 赚取我的工作收入之后 如何省税 做好我的投资 还要做一些 避险的投资管理 来处备更多的退休资金 例如我会在高收入的年份 选择投资在RSP 来减低我当年的税务的问题 平时我会以定期定额的方式 供款进去TFSA 做好这些策划之后 省下来的税 我又会再用来 投资在我自制的免税投资项目 又或者用来缴付高息的长期债务 而我投资的目标 是会以长期累积资金为本 并不是在短期炒卖上 去获短期的利益 在我提取CPP 或者OAS 这类的 税务 退休金之前 我亦会提早 在收入低的年份 准备逐步变买税务高的资产 利用RSP 或者 RSP meltdown 更加会以有减税功能的债务 去降低收入税 目的就是希望尽可能 可以增加我的退税 又或者提升到我一些领取其他不同福利的资格 来逐步实践我退休之前的准备 做好这些准备 我便可以很优雅地退休 如果你都想像我那样 可以优雅地退休 你就要趁早做好准备 你可以用影片资讯栏的连结 或者屏幕上面的QR Code 去联系我 找我咨询一些专业的意见 又或者你已经在做退休的准备 想知道怎样可以建立到一个 遗产全城计划 我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我会有一个免费的一次性咨询 让我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和你的需要 看看如果可以帮到你的话 就帮你以另一个计划 影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你在当中 拿到一些新的idea 走之前 记得帮我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我这条影片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讯息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